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风的汉冰鞋 作者安防侄子翻译彭义 秋天快要步入尾声了 山上的树叶飘飘落下 一个刮着冷嗖嗖寒风的早晨 冒屏幕的冒出一个念头 今天试着做块腊肉吧 腊肉 年轻的妻子面带惊叉 那种东西自己家里还能做吗 她想 腊肉只有在肉店里才能买到的啊 见到妻子眼睛睁得圆圆的 一副目瞪口呆的模样 冒屏得意的说 没什么难的 不过是肉的熏制品而已 烧落叶 熬烟 把猪肉块熏了 肯定能做成 至于熏制的方法 我在镇上的肉店里也大致听到过 前些日子烟的肉还有吧 今天就用它来试试 冒屏的尽头上来了 连妻子的回答也顾不上听了 就朝外面冲出去 她在茶馆后面的一片空地上 搭起了一个炉子 是用砖和预制板砌成的 一个简单的四角形的炉子 这就行了 她点点头 开始收集起落叶来 山上落叶到处都是 就是熏制100块腊肉 200块腊肉也是绰绰有余 冒屏一边吹着口哨 一边从杂木林里 扒出小山一样高的落叶和枯枝 而就在这个时候 妻子在茶馆的厨房里 开始准备起肉来 平心而论 她是不赞成熏制腊肉的 可冒屏根本就不听劝阻 没有办法 已经是残秋了 登山的旅游者日渐减少 正打算捡起喜爱的 已经割下了好些日子的编织活 偏偏又冒出这么一个活来 又不能斜着了 妻子嘟嘟囔囔地说着 洗净腌肉煮上了 你准备好了吗 外面想起了冒屏的喊声 妻子急忙把肉用风筝线穿好 答应道 好了好了 用线拴着的肉块 掉在刚刚砌好的炉子上 好像一个小小的包裹 冒屏把一个空的大罐子翻过来 在底上凿出几个洞眼 肉就悬挂在罐子的正当中 绑着肉的线从中间的洞眼穿出来 冒屏把他放在了炉子上 在这之后 只要在炉口点上火 用落叶的烟一熏一熬 就大功告成了 冒屏说 简简单单 冒屏一脸的得意 但妻子却是蔓延的狐疑 不常常熏好的东西 好坏可不知道 听妻子这么一说 冒屏点燃了炉堂里的火焰 意味深长地说道 刚开始总是要失败的 几次一摸索 就会掌握窍门了 这是冒屏一个埋在心底的梦想 要是能手工做成了飘香的腊肉 冒屏茶馆就有了一个名特产 茶馆的名特产 绝不仅仅是面条和五香菜串啊 冒屏坐在炉子前头 守着火候 他注意着不让窜起火苗 耐心地熏咕着 空地像羊被风 干爽而又暖洋洋的 冒屏的心情变得好极了 他想 如果要是有时间 我还要学学稀残的制作方法呢 忽然 刮起了一阵风 临近的林子里飘起了一片金色的雨 就在这个时候 从林子里传来这样一个声音 冒屏啊 你在干什么 冒屏吃了一惊 向林子的方向撇去 他凝视着 几乎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枯黄的树丛中 微露出一只黄鼠狼的身影 他站在那里 眺望着这边 黄鼠狼的眸子闪烁发光 一副垂涎欲滴的样子 似乎嗅出了一股食物的香味 冒屏微微一笑 回答道 我在做腊肉啊 黄鼠狼歪着头颈 认真地问道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给他一追问 冒屏反倒来了兴趣 就是熏制的肉啊 把盐和胡椒腌过的肉 用落叶的腌 慢慢地熏哦 做成一种食物 好吃极了 当心舌头落下来 冒屏笑出了声 黄鼠狼咽了口唾沫 然后询问道 你到时候 能给我留一小块吗 行啊行啊 冒屏连连点头 你想吃 我就送给你一片吧 安安静静地等着 可就在这个时候 相反方向的野竹林里 矮竹的叶子 沙沙地摇响了 另外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能让我也尝一片吗 兵经一看 矮竹的叶片中 又一只黄鼠狼探出头来 这一只长得好肥瘦 这下可好了 冒屏一边想一边说 好啊好啊 有什么办法呢 不过可只是一片啊 突然间 冒屏变得有些坐立不安起来 因为两只黄鼠狼 一左一右 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忙碌的身影 冒屏坐到一个空罐上 观察火后 又往炉子里添加了一些新的落叶 而这一切都没有逃过两只黄鼠狼的眼睛 他们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 那悄悄地喘息声 让人觉得不快 两道视线也如针刺一般 怎么搞的 有一种厌烦的感觉 冒屏暗自思寸着 他觉得仿佛有一道肉眼看不见的绳子 把自己给五花大绑了似的动弹不得 于是 他对两只黄鼠狼吆喝道 哎 你们两个暂时到别的地方去溜达溜达好不好 一只手在这儿 叫我都没办法做腊肉了 到那边去兜上一圈 过了晌午再回来 冒屏又吃了一惊 想不到 两只黄鼠狼真的老老实实地点点头 就从视野里消失了 肥的一只往秦谷那边去 室友的一只则朝长满像树的山里走去 冒屏不再焦躁了 又开始考虑起西餐的事情来 从那时起 大约过了有两三个小时吧 太阳爬上了山顶 冒屏又一次坐到了那个空罐上面 翻弄着熏肉 随后 冲着茶馆里的妻子大声喊道 喂 熏好了 这一喊 整个山谷里都似乎回荡起来 冒屏高兴得手舞足蹈 首次的作品味道究竟如何呢 恨不得立刻就尝一口 砧板菜刀 砧板菜刀 这样嚷着 冒屏急匆匆地向茶馆方向奔去 就是在这个时候 背后的炉子里轰得一声巨响 窜出一只茶色的动物 飞快地朝林子里逃去 他嘴里叼没叼着腊肉 冒屏也好 还是他的妻子也好 都没有看清楚 炉子上的空罐被倒扣过来 做好的腊肉不翼而飞了 糟糕被抢走了 冒屏一下子跳了起来 他气得快要发疯了 追进林子 果然是黄鼠狼 是那只瘦的 摆着蓬松的金黄色的尾巴 他正流星式的逃窜 当冒屏看见他嘴里叼着的那块腊肉时 他的心中生腾起一股愤怒和憎恨的怒火 无耻的东西 大叫了一声 冒屏挥舞着握紧了的拳头 穷追不舍 想不到黄鼠狼的速度竟然这样快 像茶色的球一样 跌跌撞撞的逃去 穿过林间 奔过窄桥 就是穿越灌木丛时也丝毫不减速 冒屏以为他嘴里叼着肉 不久就会筋疲力竭 但恰恰相反 他逃跑的速度反而更加快了 而且 他竟一头向沥青车道扎去 咦 冒屏不由自主地止住了脚步 他宁眸望去 有点不大对劲啊 天啊 黄鼠狼怎么像人一样后腿直立着在奔跑啊 而两手紧紧地抱住了腊肉 他简直就像要飞起来一样了 最后 只能隐约看出一个茶色的小点 拐过一个缓坡 不见了 冒屏彻底地惊呆了 怎么会有这种怪事 冒屏攥着白色的护栏杆 呼呼地喘着粗气 回家取一辆自行车吧 正想着 从他背后传来一个声音 威威 借你一双汉冰鞋吧 猛地回头一看 竟有这样的事情 那只胖乎乎的黄鼠狼 正在护栏杆的内侧摆了一个摊头 是疯的汉冰鞋哦 有如飞一般的魔法的汉冰鞋啊 黄鼠狼在草地上摆弄着几双汉冰鞋 一脸的得意 钱嘛 以后再说吧 快点穿上他去追吧 好吧 冒屏点点头 汉冰鞋可是他的拿手好戏哦 穿上汉冰鞋 沿着这条平缓的沥青下坡道滑下去 不要说是一只黄鼠狼了 就是两只黄鼠狼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 猫瓶从胖黄鼠狼手里接过汉冰鞋 急忙穿到脚上 这时 从兄弟鼓足了勇气 胖黄鼠狼在他身后尖叫道 请加把油吧 那小子背叛了你 也就等于背叛了我 猫瓶一言不发地出发了 两手道歉 嗖嗖地向前滑去 汉冰鞋棒极了 滑呀滑呀 一点也不觉得吃力 不要说自行车了 比汽车的速度还要快 实际上 猫瓶已经不知超越了几辆汽车了 这样一气追到了半山腰 终于看到了一个小小的茶色动物 在前面飞快地逃窜 看到了看到了 猫瓶舒展地笑了 加快了速度 然而 黄鼠狼那方好像也不甘示弱 不是在跑 而是用一种好像滑行一样的速度在奔逃 奔啊奔啊 速度丝毫也不减 完全没有疲倦的样子 难道说 难道说那小子也穿着一双汉冰鞋 没错 越看越像是那么一回事 如果没穿汉冰鞋 他怎么可能逃得这样快啊 怎么办 是吸口气 还是继续追赶 能追上吗 那只胖黄鼠狼 他想起了他说的一句话 那小子背叛了你也就等于背叛了我 现在 冒屏总算是恍然大悟了 也就是说 一开始 胖黄鼠狼和瘦黄鼠狼是串通好的 阴谋一起偷盗道瓶的拉肉 接着 瘦黄鼠狼谎称为了不被逮住 从胖黄鼠狼手里骗来了汉冰鞋 然后 他们又约好了碰头地点 决定在那里平分拉肉 但是 瘦黄鼠狼却违约了 没有赶到约好的碰头地点 而是一个人从另一条路掏之夭夭了 这下惹火了胖黄鼠狼 把汉冰鞋也借给了冒屏 真叫人难以相信 无聊加上生气 冒屏连连摇头 他想 回家吧 然而汉冰鞋却停不住了 怎么办呀 不论他怎样想止住 冒屏的双脚就是止不住 只是一个劲的朝前飞奔 冒屏的整个人像风一样 发出嘶嘶的声音 停下 救救我 冒屏喊了起来 可是没有一个人来救他 好像谁也没有注意到 冒屏的存在 人们看不见冒屏的身姿 也就是说速度太快了 似乎只有一根线一闪而过 秋风秋风 嗖嗖 从山上刮向山脚嗖嗖 吹落巷子快点 吹飞落叶快点 一个人竟哼起了这样的歌谣来 冒屏好不惊恶 我变成疯了 是啊 我的确变成疯了 冒屏的身体从山上向山脚吹去 变成了一阵风 如果不是风 怎么会有这样惊人的速度 怎么会这样一刻不停地飞奔 太可怕了 冒屏想 冒屏的腿开始颤抖起来 嗓子干裂 心脏几乎快要跳出来了 救命啊 救命啊 冒屏几乎快要透不过气来了 可还是在滑行 山被甩到了后头 奔向一个村落 穿过它 又向另一个叫不出名字的村落奔去 腊肉的事情 黄鼠狼的事情全都抛在了脑后 只是向前滑去 而当红日西沉的时候 冒屏默地嗅到了一股早已久违了的味道 那是温馨的海风的味道 秋风秋风停下来吧 是海边了 停下来吧 一头撞到了护栏杆上 冒屏倒了下来 黄昏的天空变得炫目起来 苏醒过来的时候 他发现 那头黄鼠狼挤着自己并排躺着 夕阳的光辉倾泻在他身上 脊背上闪耀着一种美丽的金黄 金色的毛在飘动 他呼呼地喘着粗气 两手把腊肉攥得死死的 脚上果然套着汗冰鞋 把你折腾得过呛吧 黄鼠狼说 是啊 冒屏像是身炎似的嘟囔道 正在这时 夕阳坠入了大海 好壮观的落日啊 不过 你倒是鼓足了力气跑到底呢 冒屏这样一说 黄鼠狼的肚子微微地颤抖着 也说道 你也是一样啊 冒屏 你也是鼓足了力气跑到底呢 两个人站了起来 脱下汗冰鞋 向海边走去 在堤坝的边上 冒屏和黄鼠狼仰望着大海 开始吃起腊肉来 冒屏从口袋里掏出小刀 切开腊肉 一股虚雾的喷香扑鼻而来 切口处呈现出鲜艳的红白色 看啊 虽说是第一次做 可还真是不赖呢 黄鼠狼动情地说 太美了 吃着腊肉 伴着海风吃腊肉 确实是太美了 但你可不要再干第二次了 是 绝对不会再干第二次了 真的把你害得不浅 冒屏和黄鼠狼 把汗冰鞋挂在腰上 归山了 当然 归途坐的是电车和公共汽车 而且一直到了半夜 他们才回到山里 消息